吴尼党 文明掌 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带您来关心 为了建立绿色旅游体验创新的模式 成为持续推广促进旅游游客支持当地社区 和永续发展计划的方案 那么经济部产业发展署以及中卫发展中心 来携手军打集团 来推动绿色旅游 以及是获得GTS国际认证的先行者 开发生态友善的聚场式导览 那么在24号在花莲央月美地度假酒店举行 2023创意绿生活智慧新导览成果发表会以及体验活动 24号下午在花莲央月美地度假酒店举行 2023创意绿生活智慧新导览成果发表会以及体验活动 现场聚集在地场观学界代表以及文化创意产业 观光旅游业则一统产业体验 并且邀请中卫发展中心 东华大学艺术创意产业学系教授 以及开发团队小洋社会创新工作室 分享产业低碳智慧化转型关键 深度解析绿色旅游以及创生社区未来的趋势 运用这个绿色生活的理念 把它让民众能够来 当你旅游的时候能够让他融入你的生活里面 那这个是这种做法 这符合全球永续的这个概念 那我们是很乐意来辅导 来跟我们产业一起合作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些旅游业 今天有许多旅游业都有来参加 希望将来的我们的他们带动这些旅游 由他们的这些规划的过程中 以及他们的这些导游在过程中 就把这个将来这个绿色的旅游 这种理念还有做法 然后能够都介绍给我们这一般的民众 让这些旅游变成一个 我们台湾一个在全球一个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一个一个一个亮点 经常经常创办人 董事长隐存说表示 这次活动安排入住央夜美地住家酒店 参加者不仅能够抢先体验 首创智慧互动式的导览 还能透过十一住行预购 以央夜美地一起成为低碳 绿色生活的实践者 这是一个台湾首创 然后首创在我们机案乡出发 在样月出发 所以我希望这两天 除了今天等一下的分享以外 明天的体验 希望大家收获满满 一个不一样的 什么叫自费导人 一个不一样未来绿色旅游 为什么要走向自费导人 因为自费导人 可以跟低碳达然 划算等 这就是我们基金部 我们产业署 积极在推动 中卫在推动的低碳智慧 低碳如何把智慧融入在我们的产业 然后达到我们低碳的目的 达到我们永续低碳 永续我们所有的绿色旅游 军达集团以旗下央业美地住家酒店为社区永续合作平台 将持续把花莲县吉安乡干城社会协会 在地有机小农 917有机农场 以及更多在地的场观学界伙伴 整合成一股推动地方创生力量 持续创造专属于干城社区的在地体验 为地方产业价值 为地方永续发展 尽以奋力 记得请不吝 请不吝 请不吝 请不吝